我们现在去楼下这家苹果店 试用一下Vision Pro Demo 看看到底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这个 还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重 不过我不知道是它没调好还是怎么样 其实它的清晰度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当然它比我用过的任何VR头显都要好 但是其实并没有达到 你真的分不出现实和它这个pass through 的地步 还没有到 不过总体确实是我用过最好的VR显示设备 而且我觉得这个空间视频功能是远超我的想象 它这个空间视频是直接多了一个Z轴 就是我真的没法用言语形容过的 大家之前看过一些评测视频也看完全没法真正get到到底是什么级别的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回忆被放在你眼前那种感觉 是我有史以来在任何的数字可以拍摄或者说观看的数字载体上体验过的最强的那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真的太难形容了 其实我的预期本来就很高 因为大家都说这个 都说这个空间视频很强 所以我也知道当你在有很高预期的情况下 其实很容易被失望 就是就像我对它的其实清晰度是有点失望 不过这个空间视频就是绝杀 如果你问我有一天我会买Vision Pro 第一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空间视频 但是我很希望我现在买得起 因为我已经拍了很多空间视频了 可惜我真的买不起 所以我也看不到我自己的回忆 我只能看别人的回忆 让它震到什么地步 就是你看别人的回忆你会有点感动 你看它吹蜡烛生日快乐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点感觉 很奇怪的感觉 明明不是我的回忆 但它却那么真 Action Time 这在倒极时什么动物 我现在拍都是空间视频 但是我却看不了 这就是纽约老鼠和松鼠一起在地上跑 这还是中央公园呢 我看到引火虫啊 这中央公园的草层里全都是引火虫 这是我这辈子 我跟外景第一次亲眼见到引火虫 work at Imagine 和小指的草层里全都是引火虫 因为只要 75 billion 当然就 nov Gulf 公园附近叫quality meat的地方吃饭 但其实这个quality meat 我觉得它牛排挺一般的 我们点了一个熟成 再加一个new yorker 但其实两个都挺一般的 我觉得也不算嫩 也不算juicy 两个人吃了240美元 我觉得是这趟纽约行李 我自己花的最不值的钱 那么至于这趟纽约行程里 花的最值的钱是什么呢 那就期待我们之后的vlog吧 谢谢大家